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是HKCEE1996年的Paper 2第53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A是-32 and B是13 are 2 points C is a point on AB produce such that AB比BC等於1比2 他就叫你Find the coordinates of C 老老實實 甚麼是AB produce that 不如我highlight它 C點 is a point on AB produce such that 這個比例就這樣 其實這句說話要適應 不適應就已經輸了 如果你讓我看到 整條題目看完之後 我就有以下這幅圖 我畫下了再說 他現在就說 有點叫A點 我把這點是A點 就是叫做-32 他還有點B點 就是叫做 不如我拿一支紅筆 就是叫做13 OK 之後還有點就是叫做C點 C點在哪裏呢 It is a point on the AB produce that 就是AB的延伸繼續描述出去 所以其實描述出去 AB的延伸是不是AB的延伸 應該是在這邊發出去 如果你在左邊發出去 就叫做BA的延伸 就是BA produce that 所以懂得看這句字眼 所以AB produce that 就是在這邊發出去 所以這個C點 如無以外 不如我拿一支綠色筆 好嗎 我就給你卡拉利 你會舒服一點 這點就叫做C點 我就叫它做XY 好嗎 所以我開中名義了 我會在這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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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這個C點 就是叫做XY 突然就是想描述它出來 而事實上 題目給了一些資料 AB比BC就是1比2 所以就是換言之 這個是1 這個長度是1 這個長度是1 這個長度就是2 就是這樣就是1比2 OK 好了 根據這個Setson formula Setson formula說什麼 中間那點紅色那一點 當然比例不是中間 是1比2 所以不是正正me point 就是它們兩個夾著那一點 中間這一點 OK 好了 就會等於什麼呢 其實是交叉相成 就將這個1 就乘過去這個綠色的點 將這個2 就乘過去對面這個 紅色的點 記得嗎 Setson formula 那是什麼意思呢 不如我這樣 給你多一點點色 那現在中間那個1 其實是怎樣算出來的 就是 不再給那麼多色 用藍筆 就根據它們的比例 將1乘過去對面的X 因為這個是X的座標 那麼1 是不是 紅色的1就是X座標 那當然將比例乘過去X 是不是 就是1乘X 好了 就再加了 將2這個比例乘過去 這邊的X位 是2乘3 那當然 下面就over什麼呢 就是兩個比例相加 就是1加2 如無意外 1加2就是3 3乘過去 3乘1就是3 所以這個3 就等於什麼 這裏就是X 就再減6 撿回它 所以換句話來說 這個減6掉過去變加6 即是9 等好兩邊掉轉射 所以最後答案 這個X就是9 OK 好了 那事實上我怕不夠位 在這裡解開它 那旁邊又再做下去了 那在這邊 那我也看到了 其實紅色中間這裡 這一點 B點 還有個3 Y角到這裡 是不是3 那這個3 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呢 根據Section formula 是吧 就會是將 中間這個3 就等於將這個1 射過去綠色的Y位 就是1乘Y 就再加了 這個比例射過去那邊 這個Y位 就是2 就是2乘2 再除什麼呢 就是兩個比例相加 就是1加2 好了 所以換句話來說 1加2就是3 3乘3就是9 是吧 好了 所以這裡 1乘Y就是y 再加什麼呢 2乘2就是4 所以換句話來說 加4調過去變成-4 即是9-4就是5 等好最後兩邊 調轉4 所以那個Y 其實就是5 OK 所以換句話來說 我們都呼著述出了 這個答案 其實真正那個答案 那個C點 其實是多少呢 剛剛計完的 X是9 Y是5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95 OK 可以嗎 即是真正答案是什麼 C的點是95 即是E OK 可以嗎 好了 看看今天大家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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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